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有观念说 手机不是用麦就好了吗 要学什么 是不是 是不是有没有这样感觉 你告诉我们 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学的 然后它那个智慧 发挥更多智慧 智慧已经手机了 对不对 真的是这样子 那我们来 先来看看 这也是怎么来使用它 首先呢 这是我们的手页 然后呢 你这个手页 这是我的手机的手页 然后我们要首先认识了 这里 你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房子 或者是一个椭圆形的 你看你的手机拿出来 这个叫后键 可能是 如果是iPhone的话 它是圆形的 那如果是神颂的话 三星 它这个是椭圆形的 那如果是Asus的话 有可能 这里只是一个 一个椭圆形在这里 那我们要知道一下 大家是三星的有几位 三星的有几位 三星就是这个 好 两位 好 那就很容易 那安心 或是想要密集 它也有不同粘度产生的 不过这个地方 由于是后键 就是我们呢 打开电脑的时候 都会开神 左下角都会有个开神 对不对 那我们首先一打开的话 正正中央就是一个后键 好不好 然后呢 会有一个 有可能呢 你的左边或右边 会有一个这个符号 是这个符号 好 好 这个要回到上一页 是 好 有的是箭头 大家认识一下 有的是箭头 或者是这个形状 那要回到上一页 好 你可能是在这边 有的是在这边 好 上一层 还有呢 会有一个这个符号 有的没有 好 有的没有 有人是三条线 是不是 有人是三条线 在这边 或是这一边 有没有 有三条线 对不对 三条线 好 有人是有这个键 是不是 好 这个作用是什么 这个作用是说 这个作用是说 我已经开了城市 例如说我现在呢 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城市 这是一个城市 大家有一模 有没有 APP APP呢 其实就叫 application的一个前面三个字的简写 好 我就希望大家说 app就好 不要说app app 它因为呢 它是一个字的简写 全面三个字母的简写 app跟app就是同一个意思是什么 手机的程式 好 那我刚刚说的 这是一个城市 它是质量箱里面有很多城市 那这个地方呢 如果按的话 大家如果有 有的人是 这边是空心的 好 啊 有的人是三条线的 你试试看 按看看 对不对 开了两个 对不对 好 我刚刚不是清除掉了嘛 我又开了两个城市 所以呢 我去按这个 按看看 对不对 然后这两个城市就在 那 我们要讲的是说 如果你开了十几个 它都会永远在这一直开着 那如果说你想要 暂时只留一两个 其他的你就可以 它的右上角都会已经叉叉 你把那个叉叉按掉 它就关闭了 要留一个你要正在用的 这样了解吗 嗯 那如果有十几个 你要一起删 你就按这个 有的人不是这样子 有的人不是长样子 有的人是长一个叉叉 对 就这样 或者是清除两个字 或者是全部清除 看你的手机叫法 每一台手机叫法不一样 这样了解 好 就是你要常常保持 清除掉 显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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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亮度 两个字 然后进设定显示之下 设定显示之下 那设定 然后显示之下 设定里面 刚刚它有显示 刚刚大家有显示时间 这个亮度 你可以设置自动 像所谓自动呢 它就是看你的环境 如果你的环境 如果你的环境 比较 暗一点它就会比较亮一点 亮一点 对 那如果亮一点 晾示亮一点它就会更亮 如果暗一点它就会更亮 如果暗一点它就会更亮 越好暗 其实是亮度去按不到 这样你了解吗 它有个自动的 你就把那自动打开就好 这样你了解吗 这样你了解吗 你知道就用手去把它滑一下 这样你了解吗 有的人像 这位小姐 你的是去点它 用手去点它 对 点一次它亮一点 然后再点它 第二次它又亮一点 第三次它全亮 所以你才会觉得说 我的手机坏掉了 你看我把它打开最亮 现在是不是最亮 这样不是手机坏掉 这感觉上好像是小地方 可是 小小的也没感觉 有的人说 我这一样我不要一样 智慧不智慧 现在你们都有智慧了 从今天早上出去 大家都非常有智慧了 它是好友状态 你有在注意吗 如果你按这个 按这个 它是其他 看到吗 这里写其他 那这个叫动态消息 有没有 动态消息是Nine today 就是Nine也有新闻 有 那如果你看到Nine裡面传的一些 有没有说 请你打入电话号 然后来注册 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有人说这是假的 要不要借钱 你可以看这里 它这里会 有人会去问它 然后它会在这里沉浸 在这里沉浸就对了 这Nine自己的消息 它的官方消息就对了 完全是对的 常常除了新闻之外 它Nine裡面自己的新闻 Nine公司自己的新闻 好 那你现在知道是动态消息 那我们呢 这个地方是其他 跟好友之下 注意看 这里 这两个 好友跟其他 都会看到你的个人资料 你知道吗 好友 对不对 好然后按一下其他 就有看到你的人头 有没有看到 嘿 如果你现在人头是 呃 你的大活天里面是灰灰的 还没有放下面的话 最好是赶快放一张 风景照上去也好啦 不要有灰灰的一个人头 这样子 好 有看到吗 好我们现在是在其他之下 对 好那就表示有更新 你现在是有更新的 这是最新的状态 如果没有的话 就表示你还要更新 这里其他之下 有没有看到一个QR Code 摇头的同学呢 怎么办 摇头的同学没有的话 你要按HOME回家 摇头的同学吧 然后呢 其他同学就看一下 就可在商店的地方点一下 可在商店点一下 然后呢 在可在商店之下 你会看到一个麦克风 这中间呢 点一下让键盘出来 你点一下键盘一定出来 如果你点一下键盘没有出来 就是要去点 要点一下 就是让键盘出来的意思 因为我要打英文字 所以我要选英文 打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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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呢 这里选更新 有没有看到 大家有 大家有 也是有 要更新 这里面要更新 好 那你看喔 我为什么没有更新 你看看 这上面 这个地方上面有个三点 有没有 这三点点一下 这里有个自动更新 你一定是打勾的 对不对 我是不打勾 我是 我要让它更新 它才更新 那为什么 为什么 是说如果我没有吃到 那它自动更新的话 它会吃你的什么 这个月份的什么 农粮 上网的农粮 所以呢 这个勾勾都要拿掉 这样知道吗 对 不然呢 它每次碰到 有WiFi 你接上了 然后它就自动更新 你这个月 奇怪 我这个月没怎么上网 为什么红量要超过 是这里 就是它只要你这个勾勾 就任何地方 任何城市 这个勾勾 对 要按一下勾勾不见了 就对了 再按一次来看看 你看 我现在按一下 它是自动勾勾 再按一次 因为我按了 所以你知道按一下 再按一次 看没有勾勾 这这样的问题 里面没有勾勾 那表示 我不让它自动更新 所有的城市都这样做 好